晚间传输民进党立委红生汉有花钱性交易的影片外流 而红生汉也很快的做出澄清 他说去年12月就收到一封信件 对方指控他花钱性交易要恐吓取材 红生汉说这完全是虚构 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影片 他说更恶劣的是这个人把红生汉想要调他个人资讯的回信 穿插镜不是自己的性爱影片中 他指出影片里的男子明显没有胡子 而且身材比自己瘦太多 透过境外IP假账号跟国外色情平台在网路上散布 企图想要在选举的阶段影响选情 红生汉说这已经是明显的恐吓犯罪 他去年底就已经报案 警方也研判背后可能有集团在运作 他要呼吁大家不要成为诈骗恐吓犯的帮凶 以上是想最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